面貌 好 我們是吉他人真英總的巧合 我是鮑勃 我是文恩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 從淺草 一路散步到上野 我們現在到了淺草啦 那非常特別的是呢 今天這裡竟然有步行者天國 步行者天國指的是 將馬路封起來 來讓行人步行 我們這次設計的路線 它包含了非常多重要的觀光區域 所以非常適合第一次來東京玩的人喔 然後來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淺草當第一個點吧 淺草是東橋區的 所以能夠代表東京歷史的一個區域 所以很建議大家第一次在拜訪的時候就要來喔 這裡的參訪重點有淺草寺 閉逛的重建市商店街 也別忘了在周遭區域的小巷弄走走 這裡很有昭和時代的復古風情 那我們先來逛往淺草囉 帶大家去一個跟淺草完全不一樣 有點文青的地方葬前 那我們沿著淺草寺前的雷門通 走到雷門一丁目到底然後再左轉 我們這次的行程啊 在Google Map上面看大致是摩字形的 所以其實路不會很難找 好那我們的散步現在差不多來到了藏前的區域啦 這邊呢我們還蠻推薦蠻多家咖啡店的 他們的裝潢都蠻文青蠻漂亮的 像是這一家旅社複合咖啡店的NEWYING 這樣Sauce Coffee是很有名的喔 這一家CAMERA CAFE 那雖然它今天是新年沒有開 店內除了餐點也有販賣手工皮件 店內除了餐點也有販賣手工皮件 那這邊也蠻多的手工藝品雜貨店 值得大家來探訪 這家InkStand是可以客製化自己墨水的專門店 這個樓上有賣品質很高的手工皮革店 我們也推薦這家巧克力的專門店 Dandy Lion 那我們離開上前之後 往這邊指示走就可以到了千草橋的區域囉 在千草橋散步的路上 我們經過了一個銀慶岡八番神社 千草橋這周遭充滿濃濃的夏天風味 所以在這邊散步也蠻悠閒的 那我們從千草橋沿著這個鐵軌 就可以走到秋葉園 那這兩環很多餐廳喔 好那沿著這個鐵軌的下方走呢 那我們即將要抵達秋葉園囉 我們現在散步來到了秋葉園的電器間 秋葉園最知名的就是它的宅文化 它這邊動蠻相關上面非常的發達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體驗女僕咖啡廳 不要錯過它的牛蛋肉 企鵝家族 超可愛的耶 秋葉園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有很多種類齊全 然後又很優惠的電器的商店 小巷子裡面有CP值很高的便宜電器喔 好那我們差不多逛完秋葉園了 接下來就前往上野的區域啦 那我們快要來到上野的熱鬧區啦 在這之前呢先推薦大家一家 上野的甜點店 咖啡餅 好好吃喔 它那個皮啊 溫溫的還有一點香 然後非常的鬆軟 然後加上它的那個紅豆 真的是粒粒分明 然後不會很甜 這條路上啊 其實有蠻多的百貨公司啊 以及電器行 像我後面這家Paruco 上野這一區啊 除了上野恩賜公園以外 它的阿美橫體裡面 有很多雜貨跟小吃 上野恩賜公園 它的佔地約五三萬平方公尺 然後它也是日本第一座公園 於西元的1876年正式開源 另外呢這個公園裡面 有蠻多的博物館 像是呢 國立的西洋美術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 還有國立科學的博物館 當然也別忘了阿美橫體裡面 有很多密集的藥妝店 販賣零食跟乾貨的百貨公司 多信物也是值得一逛喔 好啦我們現在到上野車山啦 那以上就是淺草到上野的三步流啊 我是寶波 是文 那再見 拜拜